男孩只是把玩偶放进柜子里 可等他再次打开柜子 里面的玩偶竟然活了过来 男孩惊喜万分 忍不住伸手想去触碰 却被小人刺伤了手指 复活的硬帝安人原本满心防备 可等他发现周围新奇的环境 以及对他来说身形高大的男孩 误把男孩当成了巨人神灵 于是在男孩伸出手时 他毫不犹豫投入了神的怀抱 男孩拥有了一个名叫小熊的新朋友 兴奋的男孩开始翻箱倒柜 终于找出个塑料帐篷给小熊当房子 然而小熊不喜欢塑料材质 男孩将塑料帐篷锁进柜子 再次打开帐篷变成了补老的样式 小熊勉强接受了新房子 夜深了 男孩怀着兴奋的心情入睡 第二天一早在小熊的呼唤中醒来 小熊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男孩用纸盒装着小熊 带他到外面放了放风 准备回去时 男孩收拾了一些工具 打算让小熊自己建作满意的房子 突然他听到了小熊的呼喊 冲出来赶走伤害小熊的鸟 但小熊还是受伤了 男孩灵机一动 找出个医护兵玩偶放进柜子 再打开医护兵活了过来 可怜的医护兵被赶鸭子上架 当他发现伤患是硬帝安人被吓了一跳 但敬业的医护兵还是为小熊包扎了伤口 与男孩和小熊告别 返回了战火纷飞的战场 男孩又用柜子变出一个狂战士 抢走他的斧头给小熊盖房子用 然后就出门上学了 今天老师让大家写一篇小故事 男孩的故事是这样的 放学后男孩特意去了趟游戏室 用自己的大怪兽替换了一个老球长 因为小熊想要一把弓箭 回到家小熊已经盖好了房子 男孩给他看酋长手里的工 身为部落勇士的小熊满眼渴望 男孩利用柜子复活老球长拿走他的工 然而年事已高的老球长被吓得心脏并发 当场隐恨西北 别看这个柜子长得平平无奇 任何东西放进去都能变成活物 可这次变出的老球长岁数太大 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死了 小熊建议将他安葬 但男孩十分惊慌 他只是个孩子从没见过死人 小熊被他的态度激怒了 既然没有承担后果的能力 为什么要滥用魔法 男孩满心愧疚 保证再也不用柜子变活人了 小熊默默将老球长的尸体包裹好 却不知外出的男孩带回来一个麻烦 男孩带着好友小黑回来 却看到哥哥们在研究小熊的房子 宠物鼠也在地下滚来滚去 男孩担忧老鼠会袭击小熊 一脚将其踹飞 两个哥哥赶紧追了出去 小黑也见到了小熊 顿时觉得无比惊奇 这时男孩的爸爸叫他出去 男孩再三叮嘱小黑别动柜子 可小黑哪能忍得住 新成员是个暴躁爱拔枪的酒鬼牛仔 小熊责怪他言而无信 为了安抚小熊 男孩特意变出一头小鹿 让小熊享受一把狩猎的乐趣 男孩默默将老酋长安葬 小熊欣慰地笑了 谁知第二天一早 与印第安人种族对立的牛仔 跟小熊打了起来 男孩无奈地居中调节 最后以带他们一起去学校为条件 让两人暂时休战 可一到学校 装小人的腰包就被小黑抢了过去 腰包里的小熊和牛仔面面相去 实在无聊只能开始聊天 小熊说他的部落去世 牛仔讲他的流浪见闻 这一刻种族的隔阂消失于无形 这晚临睡前小熊提了个要求 于是男孩又去游戏室拿了个美女 准备给小熊当妻子 结果一转身发现柜子不见了 好不容易在储藏室找到柜子 却发现钥匙也不见了 这下不但小熊的媳妇没了 只怕小熊和牛仔永远回不去了 这是个神奇的柜子 放进去的玩偶能大变活人 但开启柜子的钥匙才是关键 现在钥匙却不见了 情绪低落的四人在一起看电视 电视上恰好在演印第安人被屠杀的电影 牛仔跟着瞎激动 而小熊却无比悲愤 仿佛真有无数同伴死在自己眼前 他拉开弓却不知该射向谁 这时激动的牛仔开了一枪 小熊瞬间找到了目标 万幸的是牛仔还有一口气 如果医护兵能来或许有救 可他们找不到魔柜的钥匙 这时男孩在地板下听到宠物鼠的叫声 他赶紧撬开地板想把老鼠抓住 却意外发现钥匙掉在一旁的缝隙 这简直是巨大的惊喜 可他小心翼翼去勾 钥匙还是掉到了地板下面 无计可施之时小熊站了出来 虽然下面有只比他还大的老鼠 但牛仔是他的朋友还被他误伤 无论如何他都要试一试 小熊下去后 男孩和小黑无比担心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还把钥匙捡了回来 有了钥匙熟悉的医护兵再次出场 总算就回了牛仔的命 可经此一事 男孩也下定了决心 是时候该告别了 谁也不敢保证钥匙还会不会丢 牛仔和小熊在他们的世界有自己的亲人朋友 他不该因一己之私留下他们 男孩本打算最后一次用魔柜帮小熊变个妻子出来 小熊却制止了他 也许变来的人早已结婚生子 他不想打扰别人的生活 就这样男孩送走了他亲爱的伙伴们 等柜子再次打开 剩下的只有毫无灵魂的玩偶 但伙伴们的英容笑貌 会永远留在男孩的脑海中 小熊的故事永远没有完结 他会带着男孩的美好祝福 在属于他的世界幸福的生活中 感谢观看